《圆节经》 我们今天再继续讲《圆节经》 儿时世尊告文之势利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一般来讲这句经文 可以讲是最好解释的 也没有什么好说 一般来讲就是讲说 在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他告诉文之势利菩萨说 善哉的意思就是很好 很好很好 你这个善男子的意思 就是好弟子就对了 善就是好 那么男子就是表示文之势利菩萨 是男众 这个在佛经里面 经常提到善男子 善女人 那么讲这个好的男生呢 就是善男子 好的这个女生呢 就叫做善女人 那么这样简短的一句话 这个师尊有什么好讲的呢 善男子善女人 善哉善哉 我们经常讲善哉善哉 善哉阿弥陀佛 这里还有什么好讲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好注解的 不过从这句话里面呢 也可以体会到 这个佛陀说法 开始的时候 他经常讲善哉善哉 善男子善女人 都是讲很好很好的意思 很好的这个弟子啊 很好的女弟子啊 都是这样子讲的 那么我自己本身体会啊 这个佛陀讲这句话 只要要认真讲起来的话 这句话倒不是一句 一般的这个 贱信的话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子跟我讲 他说 这个师尊 在这个中国报发表的 一些文章 或者是 这个回信公司啊 这个提出来 在这个给人家问世专栏里面的 这些回信文章 有些都不是见信的话 要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希望大家 这个回信公司啊 在问世专栏里面 所提出来的这些 这个回信啊 都必须要是见信的话 那什么是见信的话 什么是不是见信的话 其实佛陀讲的善哉善哉善男子 也不是见信的话 也不是见信的话 其实佛典里面有很多 并不是见信的经典 当然 见信的话是有 啊 但不是见信的话 也有很多 那我们在回信啊 或者在写文章当中啊 也难免会出现 没有见信的话 那这个是正常的 那我 记得我叫这个 林玉珍给她回信 我说回信很简单 你要见信的话也很简单 我说 啊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话 这句话讲出来 我看也不要紧了 我说你要见信很简单 啊 脱下你的裤子就见信 啊 大家以为我是在啊 骂人 啊 其实不是的 我是在讲 一丝不挂 这个表面上的脱下你的裤子 你就可以见信 这句话就是一丝不挂 但便不是真正叫你脱衣服 而是把你的心啊 你原来那个心啊 要一丝不挂 你那个无形的要一丝不挂的 这个就是见信 我们晓得这个佛教专门是讲空性的 啊 空性就是真如 也就是真理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大家都明白啊 空性 啊 就是这个真如 也就是真理 但是你知不知道啊 空性是很可怕的 无边际的空 这个是不是很可怕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失恋都没有 无一物可复 陷入这个无边际的空里面 这是很可怕的 要我讲见信的话 很简单啊 啊 叫你这个 脱光你的衣服 你也不一定敢 对不对 因为你还是有激素的 叫你把你的心啊 完全陷入无边际的空 你就 见信了 叫一丝不挂嘛 一丝不挂就是空 那么空就是无边际的 怎么说呢 根本是不可说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你要修行见信 一定要修才能见信 你不修怎么见信 这个佛陀讲这句话 六祖废能讲的一句话 不施善 不施恶 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去想善的 不要去想恶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见信的话 无主红人 解释金刚经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空了四相 你就见信 六祖废能讲的 不施善 不施恶 就是这个样 那佛陀讲啊 这个 善哉善哉善男子 这个不是见信的话 他都讲好了 很好很好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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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啊 我也会讲几句英文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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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啊 很好很好 其實 这一句话不是见信 这一句话是客套话 好像是佛陀在称赞 这个文字实力夫妻 哇 很好很好 啊 你这个问的很好 你是一个很好 这个很标准的美男子 啊 他称赞文字 其实文字实力菩萨真的是也是很英俊潇洒的 他留这个华级 这个五级文珠 一级文珠 二级文书 三级文珠 四级文珠 五级文珠 啊 他是很有智慧的 一级就代表一个智慧 五级就代表五字 文字实力菩萨是很潇洒的 好 他称赞他嘛 他称赞他嘛 明明文字实力菩萨是空性的 空性的菩萨 你称赞这个样子的就是没有见信的 佛陀为什么会讲没有见信的话呢 他是善巧方便 好 我们作为一个行者 在这个世间上 不修正了 见不到空性 真正见到空性了 又要回到不修正 不是叫你说回到不修正 你真正见到空性了 又要由这个有这边啊 来表现空 不是专讲空的 修行是这个样子 你是由有去正 是由有修 修到无修 修到正得空性 但是你正到空性了 还是要拿这个有来表现的 表现这个空性 所以佛陀讲这句话没有错 虽然不是一个见信的话 但是是一个客套话 是一个礼貌上的话 是一个对弟子应该所讲的话 然后我们不是说 师尊已经绵心见信了 那么所讲的话 通通都是要空性的 都是要见信的话 哪里来的那么多见信的话 所有见信的话 还不是从有部出来的吗 所以你要体会 要体会这个有跟空之间 善跟恶之间 是要你去体会 这当中有很深很奥妙的邪问在里面 平时我这样子讲 也许大家听不懂 世界上的东西分成三种性 一个种是善性的 一种是中性的 一种是恶性的 我们哪一个 哪一个东西稍微比较一下 好 这个像这个毒蛇 我们认为 哎呀 这个是恶性的 这个动物是恶性的 那我们拿这个格子 我们经常说 这个和平 和平格子 这个格子 是代表善性的 那什么是中性的呢 中性的 好像钱就是中性的 钱本身是善是恶啊 其实钱本身他不善不恶 看用的人用到善 他就是善 他拿去造桥铺路 他就是善款 拿去这个造恶 去杀人去放佛 他就是恶的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叫中性的东西 分成三种性 那什么是贱性的 贱性的就是把这个善 恶 中性 全部通通通包容 跟给他消融掉 就叫做贱性 在这当中 也许你们现在听 没有办法听得懂 没有办法去体会 当中的这个空 跟有 之间的道理 但是修行 一定要有有 修到空 正得到空性 再来拿有 再来表现 其实东西的这个善 跟恶 有时候也是很难分 像我们讲 中国人有一句成语 这个赖蛤玛 想吃天鹅肉 那么这个赖蛤玛 一定是恶的 这个天鹅一定是善的 结果经过了很久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动物学家观察 原来天鹅是饿的 赖蛤玛是善的 因为你知道赖蛤玛 他想吃天鹅肉 在那边光是想而已 他便没有做 等他想得太过分了 这个天鹅一生气 他用嘴巴这样咚一下 这个赖蛤玛就死了 其实赖蛤玛 天鹅是比赖蛤玛还凶的 所以善跟恶之间 是很难 很难去讲出来的 那我们晓得 像这一讲这个善恶之间 在佛法里面有所谓的善法 有所谓的恶法 有善业有恶业 其实这个善的 就讲五戒十善 是善的 这个善的就是 可以讲起来 这个是入世间的善 是五戒十善 初世间的善 是三邪六度 是初世间的善 那么真正到最高的境界了 连这个善都没有 那是无边际的空 这个六祖废能讲啊 这个不施善 不施恶 这就是 讲的佛性 讲的贱性的话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是讲贱性的话 贱性就是等于一个空 但是我们行则 在善巧方便里面 要讲有不的话 来证明这个空性 那么证得到空性 还是要有有不 来证明的 所以便不是讲说 哎你讲讲这个空性的话 你就是表示你已经证得空性 不是的 还是要讲这个有不的话 来证明这个空 因为空是不能讲的 那佛陀讲这个善哉 善哉 善男子 这一句话是没有见性的话 但事实上他这一句话 是善巧方便的话 那师尊说法里面 很多善巧方便的话 当然 有善巧方便的有不里面的话 你可以体会到 见性的话 跟空性的话 那是一丝不挂的 虽然我讲的是有 但里面是一丝不挂的 我不能用一丝不挂 这个真实的面目 来面见所有的众生 但是一定要用善巧方便的话 来证明这个 证悟的一丝不挂 那这句话我体会到 啊 这个佛陀 这个讲的这个善哉善哉善男子 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 但是呢 其实 也是一个很深奥的话 你们慢慢去体会 哦妈妈呢便宜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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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